主席这对的人恐怕也很难耐心等待仔细寻找了 毕竟立委补选提名大线只剩短短两天 主席常会上不止一次提要找对的人 但传出党内不公开民调争取讲完立委位置 王宏威数据最高和第二名还有不小差距 不过被抬轿的评估种种因素后怕翻车 只能赶快下车 我不是B站 其实老讲我也不怕吴英农 那么他最主要就是在整个的时序的问题 我有讲过就是礼拜六我们才完成选举 然后这个礼拜就要去登记 那可能大家就立刻会说王宏威落跑 而这次常会上也通过台北市和南投县立委补选提名办法 将由党中央以征召方式推荐党员参选 秘书长黄建廷也表示已在持续征询沟通人选 这是一个初步 因为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有12月18号嘉义市长的选举 还有即将面对的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南投县立委的补选 虽然党中央有提名权但若当事人敌死不从 总不能架刀逼登记 就怕重演苗栗先提名才善后的复彻 每一席立委对立法院党团而言都弥足珍贵 所以我们不可能放任这一席没有人提名 九合一后马上有新战场 党中央想延续大胜气势 这不提名其得吓得惊 TV新闻董卓军中央于台北 财刚就任就得先为民进党九合一大选大败 鞠躬致歉 民进党代理主席推举由高雄市长陈奇迈担任 选举输了就是输了 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败选 那也要再深刻的检讨了解 态度要谦卑再谦卑 绿营也筹组检讨小组 由桃园市长郑文灿负责召集 而党主席的补选会定在明年一月中 喜欢直接一点 不会 因为我市政很忙 真的是这个时间 还是在高雄的时间比较多 直接了当说自己没要再争党主席 只是帮忙代理 目前被点名的人选包含即将现任的 屏东县长潘孟安 心系且清乱 以及阴系苏家全 还有正国会林家隆都有呼声 但是在这前面 要先处理蒋万安立委的选区 补选提名 最终拍板是由吴怡隆出现 可能的人选 他们的意愿跟整体的状况 晚上就会有人选出来 只是中常会少不了被关注网军争议 还有何志伟指控黑道加入 陈时中核心的战火 尤其黄泉国也在同场 遇到黄泉国 那有跟他特别的招呼或是有聊什么 因为我刚刚讯息还蛮多的 所以我也一个一个在回我们支持者的讯息 就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那一切只在不演中 TVB被选红布华江明和黄俊文里作合SN小组台北报道 我们觉得这个新的方式怎么样 2018年因为九合一大选大败 总统首度开启回廊谈话 对国阵发表意见也接受媒体提问 那阵子周周给问 如今四年前的败选场景又上演 回廊谈话有没有可能再登办 总统的事自家人不敢置会 毕竟总统最后一次受访已经很久很久 没看错 总统上次联访距今已717天 这段日子总统不是没开口 但不是接受外媒专访 这又是发表谈话后 随即离开反观马前总统 就职7周年 时任总统的马英九和媒体查序 回应时事这样的大型记者会 每年至少一场 只是这几年蔡总统身上看不见 对此辅方回应 总统过去会适时透过不同场合 或使用不同媒介来表达各项议题看法 未来也考虑是实际状况调整做法 其实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 这是作风的问题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的就是 他已经担任两任总统了 他已经不需要再参选了 希望是尽量不要犯错 而看看国外元首 像是美国总统拜登 除正式记者会给问外 星辰上也能赌 但回不回看状况 至于南韩总统 原本上下班都有媒体联访时间 不过就在NBC记者跟总统府命书爆口角后 总统一怒之下 陈觉相 但台湾总统没给联访肯定不是 这问题 7B的新闻 张家宝超安柔 台报道 翻开今年的阅历 看一看 甜美的主播就在阅历 左下角代表不同的阅份 这不是电视台出的主播阅历 而是圆能会的推广阅历 前几年更找来女大声当宣传大使 尽管也有男性 但比例相当悬殊 让立委越看越不对劲 你来了之后都是这样 而且听说你就是要找年轻的女性 来拍阅历 基本上因为我们圆能会阳刚性太强 我来了以后呢 希望人 我为什么叫全民的圆能会 这又是问题 所以你就认为 男性是阳光 阳刚女性是柔性 痛批圆能会主委还存在这种刻板印象 尤其性骚下属的案件也还在调查 有立委直接这样要求他 是不是你应该要在这部门先暂停你的职务 我们那几位同仁 基本上我有问他过 我有问他过 我说这事情发生了 你们要不要离开这个 现在目前工作纲位 我是问您要不要离开 问他要不要暂离职务 谢小新却回答 有问过秘书他们的不想走 难道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不适当 我所谓公务呢 就是为了圆能会嘛 那如果是为了圆能会的 我认为是 这不是有什么 这不是 这不是所谓的问 因为我还强调就是说 一个基要秘书基本上 他有他的功能性 那我认为他的功能在这块 拿公务当挡箭牌器的 姓评专家范云 直接把国会殿堂变课堂 碰了你之后还跟你说 不会怀孕就不是性骚扰 这就是我个人遇到的 把自己的例子都搬出来 范教授帮谢小新 上了八分钟的姓评课 不管立委们怎么轮番上阵 要他站离县职 谢主委 不走就是不走 台中万丰酒店 那你把他这个网站 点进去 你会发现说 他是注册在中国的网站 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 30号在立院质询 点名台中一间饭店官网 零补助却矮化台湾 要求交通部观光局 立即彻查 如果整个网页都是简体字以外 他的地址更直接写说是中国台湾 目前的规定他是有观光旅馆的执照 或是旅馆业登记证合法的 就会有补助的资格 立委邱显志点出饭店官网 注册在大陆网页也都是简体字 秀出来的地址写的是台中 中国台湾 甚至也不是第一次 有饭店官网矮化台湾 实际搜寻饭店名称 确实第一行就出现官网连结 名称是简体字 点进去也是简体 但能转为繁体网页 针对地址写着中国台湾 台中市府也要求要改善 观光条例第53条规定 旅馆业不得有电入国家荣誉 损害国家利益等情势 为者将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滑环 该旅馆官网简体网页地址出现 中国台湾一事 以违反上开法令规定 官旅局将韩文业者限期改善 为者将依法裁处 饭店业者在截稿前尚未回应 不过根据了解 该饭店是美商国际连锁 万豪酒店集团旗下品牌 官网依循集团设定 只是牵扯到政治敏感神经 恐怕还是得入境随俗 车潮人潮全卡在广州大马路上 进退两难 还能看到不少人拖着行李 大陆网友将画面放上网 说这是因为广州许多大学 宣布提前放假 大批学生返向的情况 大陆多所大学近期接连发布通知 允许学生提前离校 回家准备过春节 清华大学接送学生到机场 火车站的专车比往年更早启动 只要网路提前预约 就可以免费搭乘 大陆至少有十所大学提前开启的春节返向专车 送学生到火车站或机场 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此举主要是要遏制白纸革命在校园蔓延 是巧合还是如同外媒所说 与白纸革命相关 但能否透过这行动交袭大家怒火 恐怕得端开官方后续处置行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广州火车站大批乘客滞留 从站内到站外 可以看到许多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客难躺在垃圾袋大毛巾上休息 陆美报道 从29号开始 广州南站突然出现大批乘客 前胸贴后背 召集涌入车站的情况 有人形容人挤人的程度如同春运 网传这是因为广州疫情升温 官方要在11月30号全域封城 导致逃难潮 考虑到广州最近比较严峻的疫情 我们晚上停止营业后 会对整个车站进行全面彻底的消毒 广州南站被封是谣言 官方曾经车站被封是谣言 而30号当天广州也没有封城 但大陆这波疫情确实还在延烧 30号大陆卫健委通报 但日本土确准数超过三万七千例 被视为重灾区的除了有单日新增 8754例的广东 还有日增4522例的大陆首都北京 为保障民生需求 保供场所网点应开尽开 并按照日常的三到五倍 加大备货量 北京连日来单日新增确诊都突破四千 当地政府公布 已经启用23家方舱医院 收治超过一万九千名确诊者 床位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七 CNN9月初曾报导 大陆至少有74座城市 超过三亿人口被封控 不过大陆官方从疫情爆发至今 从未公布相关数据 TVBS新闻张志明李明珍 综合报导 英国SKY NEWS的记者重回白纸示威的现场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 表面看似回归平静 但实际上却是风声鹤唳 路口的四个角落都有警方站岗监控 只要有车辆稍微堵塞 马上就有人上前查看书岛 而天色变暗之后更是紧张 一听到有人高喊口号 优势警力立刻蜂涌而上 驾离现场 这阵仗都是为了扼杀示威 萌芽的机会 然而秋后算账却步步进逼 传出有警方直闯示威者家中待人 甚至还地毯式搜查 要揪出是谁翻墙 把示威影片外流 来到北京街头排队做核酸 依旧仿佛传过水无痕 清零严控 依旧闻风不动 但就怕茶壶风暴延烧 压力越来越顶不住 习近平为了挽回颜面 解封时程可能提前 分析认为解封不会早于过年前的春运高峰 因为比起民怨炸锅 习近平更不想看到染疫死亡大爆发 Tubia 沈总的报道 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仍在北京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视讯 对于中国各地的白纸革命 伯恩斯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 伯恩斯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影响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外交人员也不例外 他自己到任九个月 历经三次总共41天的隔离 尽管美中之间签有领事公约 但过去三年 美国使馆人员也无法探视被拘留的美国人 而中国政府限制航班 也让美国政府必须以包机方式 再送外交人员 对于中国的清零政策 美国现任外交官不便直接批评 但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话说的直接 博明指出虽然 白纸革命是1989年以来在中国最重大的抗疫行动 但这些自发性示威可能自发性的逐渐消失 至于会不会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伯恩斯说现阶段还很难说 TVB新闻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男子曾圣光到乌克兰前线参战 不幸丧命 成为了第一位在乌克兰战场阵亡的台湾人 那么日前他的家属是到乌克兰参加官邦举办的告别式 后面上你看到是今天下午的最新的影像 家属带着曾圣光的骨灰搭击反抵国门 那么他的母亲耿叶表示 永远会以儿子为荣 大家上只见穿着红衣的男子和朋友 在左侧不停来回走动 没多久后两人就忙着移动一辆蓝色的机车 原本以为他们其中一人是车主要来骑车 但没多久后只见他们消失在画面中 不到一分钟后再次出现 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往前方走去 和朋友会合之后越走越远 这个之后机车变成这样 轮胎被刺破好大一个洞 而且除了这边另一侧也被刺破 而红衣男这群人就是凶手 重新回到现场地点是在新北市的三峡 而且刚刚好就在派出所旁边 而根据了解划破轮胎的嫌犯是41岁的游信男子 和40岁的张姓被害人是在工作上认识 曾经借手机给对方 直到要拿回来时却被拒绝 打电话呛侠 你给我试试看 没多久后得知对方要去报警提告恐吓 游信男子管不了这么多 趁着对方进到派出所后 手持小刀割毁被害人机车的轮胎 刻意闪避监视器镜头 虽然没有动手的瞬间 但诡异的出现在派出所外 也成为他被判拘役50天的重要铁针 好险被害人是在骑车前 就已经发现轮胎泄气 但如果是骑车后意外尿祸 这样刑则该怎么算 除车祸受伤 可能会因此构成伤害罪或是重伤害罪 但是要构成杀人或杀人未遂罪的几率却不高 原因是刺破轮胎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报复 而不是为了杀害被害人 律师认为 如果尿成死亡车祸 最多也是重伤害罪 可以除五年到十二年 主要是因为嫌犯划破轮胎 可以预想到会有车祸 但没有意识到出车祸会导致死亡 因此难构成杀人罪 但这回因为一只手机 两边朋友闹上法庭 就此撕破脸 TBS新闻吴居玄郁吴欣燕 新北市报道 准备下车道 车辆开始减速 那车车道一辆白色轿车高速行驶 只踩了一下刹车就偏离车道 直接撞上黑色休旅车 车子瞬间被弹飞 碰撞后火花事件坠落偏颇 随后造势车也跟着掉落 后方驾驶见状 急忙报警 经销赶离现场被撞的黑色休旅车 整辆车垂直卡在边坡上 第一头造势白车 车头全毁 挡风玻璃也碎了 引擎盖凹陷车身零件散落一地 看不出来原本的模样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相当大 这台是追撞我们前面这一台 白色是追撞你 对 你们人有没有怎样 先去医院 我们是家属 通知所有车祸我们过来 被撞的驾驶 家属接到消息急忙赶到现场 而车子也被拖掉车吊起 消防人员到场协助脱困 肇事的理性女子 今年19岁才刚考到驾照 29号晚上9点多 开着家人的车要回家 她自称下车道时时速110 没注意到要减速 才会追撞前车 导致两车翻覆 还好四个人都有系安全带 清常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重回事发现场 这里就是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 下万方交流道的车道 道路设计不算太弯 驾驶却失控高速越过分隔线 造成严重车祸 经久策后没有酒驾 只是刚拿到驾照 就超速发生意外 后续赔偿金额恐怕也不小 几位新闻 陈冠宇蔡明轩速拍宇台北 采访报告 我真的低音非常多东西 她开信箱都是跟酒店信件往来 毕竟婚礼终身大事 一切细节都得顾好 没想到婚礼当天 出现不少混乱状况 当场还在问我的主播人 素食桌是哪一桌 素食是做哪一个这样子 对那事先都没有沟通好 送客前他竟然把 我的主婚人早去结账 我的宾客 尤其是长辈们一直打电话 问我的主婚人 为什么送客的时间 他们不在 一小姐不满 11月底在新北板桥的 新级酒店办婚宴 宴请素桌至少花了30万元 婚宴上宾客却事后反应 感受很差 服务生急着收盘子 饮料明明喝到饱 却都没有主动补充 更夸张的是 事前还曾给错其他新人资料 间接泄露了其他人个资 让一小姐整场婚礼办完 感到失望 我们吃完一文之后 其实是没有办法吃到第二轮的 因为我们夹完之后 服务生就会来 就是把它收走 然后我们要提醒他说 要换小盘 他才会换小盘 我是第一次就是参加婚礼 遇到就是这么夸张 一直在催我们的状况 宴客不满 整场婚宴吃得很仓促 没想到就在前一个礼拜 也是在同一家酒店办婚礼的 A小姐宴请25桌 大手笔花了50几万元 却同样遇到服务生急着收盘子 事后还得一一跟宴客道歉 但向业者反映 A小姐难接受他们的说法 拨植一组新人的婚宴宾客 吃饭吃到一肚子气 对此业者表示 对于这次的客宿事件 正积极与客人同步协商 处理后续作业 消费者只盼业者快改善 别让婚礼有任何的不完美 TV新闻综合报道 它这个纸本上面完全没有写 我申请终止的那一天 它却要以他们这一个书面为主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终止和约书 没显到保证全额退款 通说当初打广告说免费试听 买库程后想退 仍被收钱 就是看到这英语线上课程平台 官网行销30天免费试用 花了88000多元购买 隔天想取消 致电客服确认不用纸本申请 已经成立退费 月底又接到电话 说退费前有使用线上试听两小时 算平台功能之一 4980元得扣除 申诉在七天席线内退费 试听课程影片购买钱后 内容也大同小异 终止合约书 还得等公司游戳日为准 认为不合理 免费加入这个注册 就是我们会提供它 有限制功能的试用 付费我们就会提供付费的完整功能 合约里面就有约定 就是这个费用 4980 这个是我们平台的授权使用的费用 标榜说在免费试听的这个范围 跟加入会员的范围有所不同的话 那也应该事先告知消费者 那不应该在事后再来片面要求加收 平台争议北市消保官收到31件相关申诉 也提醒买课程前考量自身需求和阅读合约内容 避免退费争议扯不清 TVP新闻中文的黄敬宁明瑞 TVP报导 每天都来 带眼镜的男子来到3C用品店 他几天前来卖中古手机 这次一待就是整个下午 聊天套交情之外 还问老板要不要便宜收购电子票券 跟我兜售 原本是要兜售6000元 那他说看可不可以应急 所以是3000块 价值12000的百货电子票券 男子说急需用钱 5折再5折3000便宜卖 手机店老板一口答应 男子传了4张截图给他 命额5000跟1000的各两张 隔天张先生去专柜消费 一刷票券才知道被骗了 也是拿他们的二位条码 记在那边刷 对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没有过 或者是失效这样 受害的是高雄三民区 一间3C用品店的老板 他之所以会收购票券 是因为对方秀给他看了截图 条码没有重复 余额还是原价也没有期限 上面写的是说写余额型 而且它上面有写说 从2022年11月6号 它是没有期限的 你当下是没有办法判定 它是已使用或者是未使用 男子卖的假礼券 就是目前最具规模的 电子数位票券 不少企业的府委会 都有合作使用 实际礼券买咖啡 再把这张票券截图 拿来试着消费看看 这两个 答案是刷不过 而礼券平台网页在更新 盖章显示已使用 也就是说截图的电子礼券 最好不要买 真实性难查证 这一次受害的手机行业者 已经报案告诈期 而警方有锁定了特定男子 查气中 TVBS新闻 武少龙黄晓琪 高雄报导